有人把人生的旅程比做是一趟长途旅行,而我们就是坐在一辆高速的列车上。 每个人都在这趟旅程中经历种种起伏和挑战,而这些正是我们过去所种下的因,今世所接的果。 生活中的种种际遇和变化,无非是因果律的体现。 正如佛法所言,万法缘起,因缘果报,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切,都是过去行动的结果。 然而,人生的路途不可能总是平坦的。 佛教强调人生极苦,痛苦与挫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但这些苦难并非无望。 只要我们以智慧和正念面对,苦难也可以转化为觉悟的契机。 生活中的挫折,正是我们修行的机会,让我们更深入地体悟无常和因果。 以下,是五个通过修行和积累善业,我们可以感知的转机和希望。 第一,贵人相助,是善业的回报。 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遇到贵人相助,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我们过去曾种下善因的果报。 正如佛教所教导的,行善积德会为自己和他人带来福报。 贵人的出现,是我们在过去时或今生曾无私助人的回报。 他们可能是我们的导师,朋友,甚至是竞争对手,帮助我们在困境中走出迷茫。 重要的是,我们要珍惜这种缘分,并继续行善,让更多的人受益于我们的善行。 第二,心愿达成,是内心与智慧的契合。 佛教并不鼓励执着于世俗的欲望,但当我们内心的愿望是善良,正面且符合因果法则时,我们会发现这些愿望往往更容易实现。 这不是外在力量的作用,而是我们内在的智慧,信心与因缘合合的结果。 通过修行,我们的心态逐渐转为平和与清静,心愿的实现也变得更为自然,这是修行的一个重要成果。 第三,努力中有回报,是因果律的体现。 佛教提倡秦修界定慧,熄灭贪嗔痴。 当我们努力修行,无论是在世俗事业上,还是在修行的道路上,终将获得回报。 这回报不是一夜之间的奇迹,而是长期积累善业的果报。 正如法华经所言,众善因皆善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这种回报是对我们精进修行的最好鼓励。 第四,家庭和睦,亲人健康,是无价的福报。 家是我们修行和安顿身心的地方,家庭的和睦与亲人的健康,都是福报的体现。 佛教特别强调,孝道和善待亲人,当我们能够以慈悲心对待家人,并与他们保持和睦相处。 这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幸福,更是精神上的财富。 正所谓家和万事兴,家庭的和谐是我们修行路上的坚实后盾。 第五,困境中的转机,是智慧与觉悟的提升。 佛教告诉我们,逆境中往往蕴藏着觉悟的契机。 困境不仅是因果的显现,更是我们修行的一个重要环节。 每次的挫折,都是对我们心性与智慧的考验。 当我们能够在困境中保持正面,并用智慧去面对,往往会发现转机就在眼前。 正如涅槃经所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每一次的逆境,都是觉悟的起点,让我们更加接近解脱与安乐。 这五个好兆头,不仅是生活中的转机,更是我们修行中的指引。 只要我们心存善念,勤修界定慧,珍惜当下的因缘,并以智慧与慈悲,面对人生中的一切境遇。 那么,即便面对再大的挑战,都会发现这些正是我们成长的机会。 老天并不是在外给予我们帮助,而是通过因果的法则,展现出我们内心的力量与智慧。 正如佛法所言,随缘而行,不住相,心存善念,自有光明。 然而,我们不仅要看到眼前的好兆头,更要明白,这一切都源于我们心中的善念与正念。 就像佛陀所教导的那样,世间万物皆因缘而生,缘聚则成,缘散则灭。 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机遇,正如种子在适宜的环境中发芽成长,是由我们曾经的善业所引发。 佛法强调因果不虚,只要我们持续以善心善行面对生活,未来的果报必然是美好的。 修行之路的引导 在修行的道路上,我们并不孤独。 每一次我们遇到的贵人,家庭的支持,事业的成功,都是老天对我们善行的回应。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这些都是暂时的,无常的,并不能成为我们永远的依赖。 真正的幸福与解脱,不在外在的成就,而在于内心的觉悟。 正如金刚经所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我们不应执着于眼前的顺境或逆境,而应以平常心面对。 无论是好运还是困境,都是帮助我们增长智慧和慈悲心的契机。 通过不断反观自心,修行正念,我们才能真正超越这些表象的,好兆头,达到内心的宁静与解脱。 与他人分享善行的福报。 在我们感受到福报降临时,不要忘记与他人分享。 佛教强调不失与利他,福报的真正意义不仅仅是自己享有, 还在于我们通过不失,助人而积累更多的功德。 当我们看到他人陷入困境时,伸出援手不仅是对他人的帮助, 也是对自己内心慈悲的滋养。 例如,当我们感受到家庭的和睦与亲人的健康时, 这不仅是我们的福报,也是我们行效到积善德的回馈。 此时,我们应更努力去关怀社会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豁大我们的善行,将福报传播给更多人。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能让自己的福报延续, 更能在不失中修炼慈悲与智慧。 无常中的智慧 人生如梦幻泡影,转瞬即逝。 虽然我们渴望在世间得到好兆头和好运, 但佛教提醒我们,无常才是宇宙的真理。 正如四季交替,日月轮转, 一切都在不断变化中,无法永恒。 因此,修行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在无常中保持平静, 如何在变化中找到内在的安稳。 每当我们感受到老天爷的助力, 我们要感恩并珍惜这一切的同时, 也要明白这些只是暂时的, 最终我们都将面对生老病死的现实。 通过修行,我们可以培养出面对无常的智慧与勇气, 不再害怕失去,也不再执着于拥有。 总结,以慈悲与智慧迎接未来。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或许会遇到许多所谓的好兆头, 但这些兆头背后的真正意义, 是让我们更加坚定修行的信念。 通过修善积德,我们不仅能改善现实的生活, 还能为未来的生命奠定更好的基础。 最终,我们要通过正念与智慧, 跳脱出对外在福报的追求, 转而追求内心的觉悟与解脱。 正如佛陀所教导的,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义, 是诸佛教。 只要我们保持清静心, 行善积德, 未来的每一步都会有光明相随。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修行中找到真正的平安与喜乐, 并将这份安宁带给更多的众生。 最后, 我们来到视频的结尾。 衷心感谢大家抽出时间聆听。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内容有趣且有帮助, 请毫不犹豫地点赞和订阅以支持我的频道。 记得打开通知铃, 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最新的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 期待在接下来的视频中再次相见。